好,现在密室环节已经结束了,我们根据在密室里双方的意思,拟了一份协议,先给你们二位听听看,能不能接受。 协议第一条,双方自愿解除婚姻关系,按本协议的约定,共同到民政部门办理协议离婚,或者到人民法院办理调解离婚。 第二,双方承诺将现有两套房屋产权全部赠予两个子女,由两个子女共同共有。 第三,双方其他夫妻共同财产及夫妻共同债权债务的确认及分割事宜,由双方另行协商分割或诉讼解决。 我先问一下,双方听明白了吗? 有没有什么问题? 我从业啊,可以啊。 可以接受是吗? 男方呢? 我还小很小,反正我觉得, 你看看,好不好。 我还是按照我之前说的,我同意和他再协商,我现在还是不签字。 你是说需要时间再考虑一下? 需要时间再考虑。 刘先生需要时间再考虑离婚的问题,其实他仍然不想放弃这段感情,但是王女士却觉得刘先生又在逃避问题,他希望刘先生给一个具体的期限。 要把这些事情处理完了,还有什么事要处理,就像这个事情要说好,完成了,是吧? 还有那个外在的事也要处理好了,是吧?都要处理好了。 那要多长时间呢? 处理好了事情,事情就完成,结束了,是吧? 这样,这样,刘先生,用一个星期的时间来考虑这个协议的内容的问题,如果一个星期您考虑的有结果,或者是依然没有考虑成熟的话,那我们建议王女士通过法律的途径,如果考虑成熟。 我希望你们对彼此都负一些责任,不要再用逃避和拖延的方式来面对。 的确,在过去的五年中,正是刘先生一而再再而三的逃避问题,导致了今天如此尴尬的结局。 当结果已成定局,把燕一认为,刘先生需要调整自己的心态。 我们都说爱是什么东西,爱其实很简单。 就是愿意为我爱的那个人付出。 今天离婚恰恰是因为没有爱,但是对二十多年自己曾经的选择,以及对那两个二十多岁的孩子, 在如何去做出一个父亲一个母亲,应有的这样一个榜样的时候, 我觉得我们真的应该谨慎地去考虑一下。 中国最不喜欢提离婚两个字,应差十座庙不破一桩婚。 但是随着时代的发展到今天,我们说任何的错误都有可能,有机会去修正。 那如果说这个婚姻真的是走不下去了,我们可不可以通过结束来去修正它? 可以。 只要在这个过程当中,我们都尽心地为这个婚姻的修正去努力过去付出过。 故事令人遗憾,却发展深思,曾经的心心相印到了最终的分道扬镳。 对他们来说,这种创伤都是无法用语言来形容的,但是互相的埋怨,互相的指责,互相的怨恨都无法解决问题。 夫妻之间应该更理性对待这段不幸福的婚姻。 我们希望这对夫妻能够在离婚的时候,勇敢地承担责任,积极地处理问题,更真诚地进行沟通,为这段23年的婚姻留下一个带有温情的背影。